花莲市的浩克文化会馆主办了浩克云集常态展 29号上午举行开幕典礼 以花莲市客家景点客家聚落的内容作为展览主轴 同时现场也举办了市集活动 除了好吃好玩的摊商 有趣的闯关活动 也欢迎相亲朋友可以在周末 前往花莲市的浩克文化会馆 享受美好的家庭时光 气势磅礴的古镇表演 为浩克云集常态展开幕典礼 揭开了序幕 市长温家贤与贵宾们进行祈福仪式后 也正式为浩克云集开馆启用剪彩 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这次展出的主题 除了有客家信仰区 还包含了在地的客家故事动画区 以及花莲客家乡镇缤纷色块区 以及祈福会马区等等 希望能够让观想者 深入花莲在地的客家文化特色 也让人一饱眼福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浩克云集的一个常态展 让大家了解到 整个我们其他乡镇 花莲市之外的其他乡镇 有哪一些客家的一些色彩 那还有客家的特色 那我们在里面也看到叶志松老师的一个诗集 那我们用活泼互动的方式 希望未来有给孩子一些启发 虽然这个展不大 但是它小而美 那也希望说 所有喜欢客家文化的 或者是想要了解客家文化的 都可以来到这里 来了解我们文化的一个内涵 浩克文化会馆在这个周末 除了有浩克云集常态展之外 29号30号两天下午3点到7点 还会举办浩克云集市集活动 除了好吃好玩的摊商 更有趣味的闯关游戏 浴衣试穿等等 只要在脸书粉丝团按赞打卡上传 还完成闯关任务 消费满200块钱就可以参加摩采 最大奖是商人的澎湖三天两日游 将会在8月30号晚间7点钟 准时抽出在场的幸运额 市长温家喜宴也欢迎大家 周末带着家人好友 一起来到浩克文化会馆 享受美好的家庭时光 浩克云集有够赞 借许丽琴华联士报道